第248集 距离白福城极为遥远的临海城内 一座别院的炼器室中 一名年轻修士依旧在盘西炼剑 足足四个月了 叶琴炼制他的元神飞剑 已经是到了收尾的阶段 大五行剑阵的最后一柄水系元神飞剑 天忧水剑终于炼成了 不知道此剑的威力如何呢 叶琴是擦了一擦额头上的汗水 是露出了喜色 这柄几乎完全透明 若隐若现的三寸余长的水系飞剑 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之中 曾经能够散发出强烈寂灭气息的飞剑 因为融入了幽灵妖虾的元经 现在已经收敛了所有的气息 和叶琴可以说是心意相通 并且因为幽灵妖虾的特性 连剑身现在都能轻易地隐匿起来 叶琴右手双指一指 这柄数寸飞剑就骚的一声 使机设向炼气室的石壁 炼气室内它是布置了一座护卫阵法 有一层厚实的数寸光幕 是足以抵挡金丹七修士 顶阶法力的数次重击了 防御力呢可谓是极强 这柄水系飞剑在击中光幕时 就发出了轻微的痴痴的低微声 几乎是弱不可闻 随后在无声无息之间 便将这座阵法公幕 是撕开了一道数寸余长的口子 更像是撕裂保纸一般的干脆利落 这剑有些恐怖啊 简直是杀人于无形的力气 叶琴是暗讨着 他是咽了一下口水 几乎是震惊地呆滞住了 他呢没有动用法力激发飞剑的攻击力 光是靠天衣优水剑本身的性能 便将一座护卫阵法的公幕给撕裂了 叶琴以法力操控着这柄 刚刚炼成的天衣优水剑 小试了一下他的威力 发现那比想象中那更为强悍 神色之中尽是难以掩饰的喜色 剑已炼成 还需要给他打上神石烙印才好 下一刻 叶琴梅西尼文血处微动时 射出了一道神石 在天衣优水剑剑身时布下了咒法 并且刻下了自己独有的神石烙印 这样的话 天衣优水剑就和叶琴的神石 建立了密切的神石联系 纵然是千里之外也能相互感应 除非是被更强大的 比如说元英七修士 以强横数十倍的神石 完全抹去神石烙印 法力气息 否则这柄天衣优水剑 是不会被其他人夺走的 隐戏 叶琴神石发出指令 进行操控着那柄天衣优水剑 而在桥像半空中那悬浮的三寸小剑 立刻就遁形式影 在炼气室内 是彻底的失去了一切踪迹和气息 融入到了虚无缥缈的空气之中 叶琴狂喜之下 是使用灵木术 神石 扫尸等诸多的手段 是仔细搜查炼气室内 每一寸空间 也是无法从这炼气室之内 找出这柄水剑所在的位置 不过叶琴的心神还能微弱地感应到 这柄飞剑的存在 他呢 是依旧静静地悬浮在炼气室的半空之中 等待着叶琴的神石 发出下一步的操控命令 叶琴口中清吐一个字眼 去 一道强大的法力从右手指尖涌出 射向虚无的空中 接着呢 他右手双指一挥 瞬间 空气波动了一下 似乎空气被某种无形锐利之物 使撕裂了空间 引起了空间的动荡 下一瞬间 炼气室内厚厚的保护光照之上 就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痕 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巨响 也没有任何害人的威势 但是这层用高阶震旗布下的保护光幕 就在无声无息之间 完全地被撕裂成了两半 是彻底地崩溃瓦解 随之 异柄长达遗仗有余 散发着寂灭气息的透明水箭 就空灵地出现在炼气室之内 不愧是大五行箭中最难炼制的异柄飞箭 天衣幽水箭 没有金屋药光剑的药木光芒和锐利无匹 没有皇天后尘箭的稳重和坚弱磐石 也没有天籁四音箭的灵动和秘密的仙音 更没有南明里火箭的爆裂和漫天的雄焰 但是它却是真正的寂灭之箭 瞬杀敌人于无形之中 为它付出如此之多 甚至冒上了性命危险 完全值得了 叶琴是仅仅发挥了天衣幽水箭一小部分的威力 让它是化为了一丈长的箭形 比其他四柄是小了许多 不过这柄水箭威力是极强了 可是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 那就是就算它单独操控这柄天衣幽水箭进行斗法的话 那只能维持短短的一柱箱的功夫 它体内的法力便会耗劫 就算喝上几大口的九品零酒 也最多能持续半个时辰左右 如果五柄原神飞剑齐出 那使用的时间更是短暂无比 这个让叶琴是感到了颇为遗憾 那也就是说 一旦迎敌必须是速战速决 在半炷箱之内解决战斗才行 否则法力耗尽大五行剑阵的威力纵然再强悍 那也完全是一副摆设不是 看来还是自己修为太低 天内法力极为有限 无法长久使用天衣幽水箭进行斗法 叶琴也知道 修炼的事情那是急不得的 必须每天是按部就班 打坐修炼功法 服用灵丹 常年累月修炼下去才能提升修为 此幽怜已经到手了 鬼火阴导之后 应该全力修炼提升自己的境界 争取早一日冲击原营期平静 成为原营期的修士 叶琴是暗下决心满意的张口吞下数寸长的水间 收入到了腹内丹田之中 让它慢慢吸收微弱的原汽流进行温养 数日之后 叶琴来到了别院附近的最新酒楼 此楼在临海城内是颇有名气 平日里是聚集着众多的金丹期修士 在这里结交道友是交流信息 前辈您老要点点什么呢 客栈小二迎了上来是笑着问道 这最先楼的小二 那是筑基初期的修士 来这里应该是挣些小钱的 来一壶好酒 几叠小菜便行了 叶琴是淡淡地笑道 举步呢便来到了最先楼的二层 在一处靠近窗户的位置 一撩一惊使安然坐下 好嘞 一会儿的功夫菜呢上齐了 叶琴一边品味着美酿佳肴 一边呢是竖起耳朵 听着周围的动静 因为不管在哪个修仙界 酒楼这种地方 那都是信息传递的最快的地方 人道友 你可知道 天魔盟的严巨头和天道盟的羽松主 最近好像在交物 双方的手下这几个月来 已经是暗中激斗了数十场 光是陨落的金丹西弟子就不下十多人 而其他的受伤的低阶弟子更是难以计数 我打扬 蔡下对此事呢 也是略有耳门 据说是两家的嫡系弟子 在狼牙秘境之内争夺一件宝物发生了恶道 研发了两大仙公的仇杀 究竟是什么宝物 居然能令两大仙公大大出手争夺呢 还能是什么 自然是名震东海的奎牛骨了 什么 居然是那一件大神通骨器 据说呀 是严巨头的嫡系后裔阎豪 在狼牙秘境之内发现了一个大神通骨器 可是呢 阎豪却离奇地身亡陨落了 而有这个本事干掉阎豪的 那也就是只有天道盟的羽松主的嫡系后裔羽威风了 当时他们两个人是一起率大队修士进入狼牙秘境的 严家是一口咬定说是羽家弟子下的手 可是羽家呢还一口否认 反而称羽威风是被严豪给暗算了 哎呀 这笔糊涂账谁能算清楚呢 叶琴听到这些消息是有些震惊 可是心中却是疑惑不解 关于奎牛骨杀羽风的事情 只有他和周瑶 廖小新 金中山和潘林等五人知道详情 既然外界传出了风声 肯定和这四人有关 可是让他疑惑的是 传闻跟真实情况那是相差太大 当然他是不知道是谁在暗中操纵局势 他是压抑住心头的震惊 低着头细细地品着灵酒 是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紫府仙缘》 奎牛骨可是件烫手无比的大神通骨器 此时是正躺在他腰间的一个大型杵道之中 目前来说 以他的实力那是根本不可能长久占有奎牛骨的 五大宗主和巨头呢 都是派遣出了大量的金丹七修士 寻找奎牛骨的下落 更有云英七老祖也试图夺取这奎牛骨 一旦被人知道奎牛骨现在在他的手中 恐怕他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现在这混乱的东海局势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十分危险 看来我得尽快回紫剑宫了 把这奎牛骨交给紫剑宫公主 纵然有天大的麻烦让公主去扛着吧 叶琴是暗想着 朱会主 那个人就在这最新楼里面 小的亲眼看到他了 正是您老要找的那个仇将 最新楼的外面几名蒲松打扮的筑机器的男子 正领着一名鹤衣中年人来到了最新楼外 那朱姓中年人是金丹中旗修士 似乎呢是颇有身份 另外呢还有三名金丹旗修士 一名黄旁老者 一名断壁的青山壮汉 以及一名白衣男子 叶琴此时是感到了树道伶俐的神石扫过自己 顿时心中一领 目光就朝窗外望去 好小子 果然还躲藏在这里 别让他跑了 老子在临海城找了几个月了 终于把你给查出来了 那名断壁的青山壮汉 正朝叶琴是怒瞪而来 发出了怒火滔天的利吼 给老子滚出来 今日老子要一血前仇宰了你 多谢朱老弟 帮我兄弟找到了仇家 还请朱老弟出手 祝我等一臂之力 事后必要朝鲜 黄旁老者朝那个贺一中年人说道 哪里哪里 朝个人事小事一桩 阁兄 你们还是先把仇给报了 回头咱们再喝酒畅饮一番吧 并且你们三人应该已经足够收拾他了 我就不必出手了吧 贺一中年人联盟说道 然后呢朝最先楼上望去 发现黄袍老者三人的仇家 仅仅呢只是一名金丹出奇修士 顿时呢是颇感不以为人 以为是胜券在握 天魂不散 这几个寻宝修士居然还敢找上门来挑衅 几个月前我忍了一口气 现在是真不想忍了 叶琴心头一怒冷冷地笑道 想杀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叶琴身形一晃从最先楼内消失 接着呢就出现在楼外数百丈的高空之中 遇见凌空悬浮是冷漠地俯视着下方三明修士 那眼神呢好像是赤裸裸的藐视 三个人一看到他这种眼神脸色都是气得煞白 是勃然大怒 各自呢都抛出了数件顶级法器原神法器 一起朝半空中的叶琴就杀了过去 而最先楼还有附近的楼阁街道 都伸出了众多的脖子 数百计数千计的筑基期修士 金丹期修士在看热闹 叫好生的是络绎不绝 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还有一些云莹期的修士 也是在豪华包厢之内 颇有兴致的看着热闹 三明金丹期修士 其中呢还有一名是中期修士 微攻一名金丹初期修士 这场斗法是没有太多悬念的 唯一奇怪的是 那名遭到了围攻的金丹初期修士 似乎是毫无畏惧 而那围攻的三明修士呢 反而是过于紧张 是谨慎的将其包围 实在没有办法 这是他们逼的 苏战速决人多眼砸呀 叶琴是心中暗讨 随后呢就张口一吐 吴炳金木垂火土小剑是鱼贯的击射而出 化为了吴炳巨剑 大五星剑阵 结阵 叶琴一声爆喝 伸手呢五指一弹 激发出一道法力 这道法力首先击中天籁四音剑 天籁之音是先月渺渺 其当树立方圆 令人是心神恍惚 天籁四音剑击射出一道青色光滑 击中了南明里火箭 南明里火箭呢是鸿蒙暴涨 烈焰熊 树立方圆的空中是一片火海 随后他就击出了一道火子光滑 击中了黄天后尘剑 黄天后尘剑呢是黄芒暴涨 化为了一并二十余杖的 威鹅巨剑士 奸若磐石 随之就是一道黄光打出 击中了金屋药光剑 金屋药光剑是如同小猎日一样 是升了起来 万丈金光刺目 一道金光射出 天忧水剑士接到了这个光滑 但是幽光暴涨 一股可怕的寂灭气息是笼罩了树立方圆 这股可怕的气息将城内无数的助击器修饰压的是 不敢抬头仰望 天忧水剑最后是再度击射出一道光滑 又返回激动到了天籁思音剑 大五星剑阵 五柄原神法器是连成了一体 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 一股法力在五柄飞剑之间是急速的流动 生生不息 是源源不断 连叶钦自己都感到了不可思议 单独操控每一柄原神法器都很吃力 但是组成大五星剑阵之后 剑阵法力循环消耗的法力居然是极低 操控起来那是非常轻松 五柄原神飞剑 街道之上顿时响起了无数助击器修饰的惊呼声 感受到了大五星剑阵的威压 众多的金丹器修饰也是凛然震撼着 天呐 能操控五柄不同原神法器 发挥出如此强的卑力 它定是五柄根修饰 这个最低劣的零根属性 居然被它修炼到了金丹器境界 不俗 除了震惊 还是震惊 附近阁楼之内有不少的原影器修饰 石德这个剑阵是发出了低声的惊诧 居然是紫剑宫的大五星剑阵 相生相克 完美无缺的大五星剑阵呢 傲称金丹器内无敌的大五星剑阵 已经有几千年没有出现过了 没想到居然能在此地剑道 嗯 此子进入金丹后期 估计金丹器内抢菜也没有低手咯 你说得对呀 此子身穿紫剑宫修饰的道服 必然是紫剑宫的弟子 一二百年之后 紫子若能成为原影器修饰 再得小三旗剑阵 恐怕紫剑宫的兴盛 才所难免呢 可以说紫剑宫服员不浅呢 居然收了如此潜力的武林根弟子 一本万利哦 所以呢 这场斗法毫无悬念 此子必胜 就在附近楼阁之内 不少原影器修饰是低声议论着 街道上众多的铸鸡器修饰 金丹器修饰还在震撼的时候 巨木大阵 大徒法印 蓝芒飞剑 荒袍老者青山壮汉白衣男子 一起操控土系木系水系 顶尖法器原神法器就冲上了天空 而此时的夜勤呢 大五行剑阵已经是朝三名寻宝修饰 就压了下来 巨木大阵那是首当其冲 才接触到一道金光 十余根法力凝成的巨木 顿时就崩解了 再瞧那蓝芒飞剑 被一道黄芒一拍 打得是不知去向 大徒法印被青芒是死死的 镇压住是动弹不得 紧接着 三声惨叫 阁老者 断臂青山壮汉 还有那个白衣男子 是齐刷刷的低落低命 遭到了重创事 飞死即伤 可以说斗法才刚刚开始 便已经结束了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果然的是毫无悬念 这 在街道上观战的那名 贺疑中年男子此刻是脸色发土 难看至极 野秦的手段比他想象中的 要强上数倍 斗然之间 他像屁股着了火一般 嗖的一声 就钻到了围观的修士人群当中 带着几名手下 是消失不见了